第三章 英国的重要制度 作者迈克尔·罗斯金 译者夏维勇 杨勇 朗读者友谊 第三章 英国的重要制度 普遍的一个说法是 英国没有成文宪法 但是英国宪法的有些部分是成文的 英国宪法不是由一份单一的文件 而是由几个世纪之久的习惯法 历史性宪章 议会通过的成文法 以及最为重要的继承习惯构成的集合 这种折中的特质使得英国宪法很有弹性 由于没有一份单一的成文文件可以作为参照 因此没有什么可以被称为是违宪的 议会特别是下议院 可以通过任何他愿意通过的法律 这是英国的政治体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 而不会出现体制性的危机 美国的最高法院有时会因为违宪而阻止变革 这在英国几乎是不成问题的 这种特性的消极 一方面是英国对人权几乎没有保障 1991年六名音为 1975年爱尔兰共和军爆炸案 而被定罪的罪犯被释放 政府很不体面地承认六人的共认 是驱打成招的结果 警察操纵了证据 被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 在几个类似的案子中作出的裁决 都与英国司法机构的裁决相反 这对英国来说是很大的尴尬 2000年英国批准把欧洲人权公约作为国内法 终于使英国人有了一个与美国人权法案等效的法律 英国人说的王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汇 总的来说指的是政府的权利 最初王权指的是国王 但是经过数世纪的演变以后 这个概念扩展到包括协助国王和女王的每一个机构 比如议会、内阁和公务员 让我们来研究其中的一些机构 在英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有非常明确的区分 而在美国这一区分并不重要 因为在总统制下两者是合而为一的 然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最高的人物 他没有太大的权利 代表国家、借鉴外国大使 并在爱国场合上发表演说 这个人常常是有名无实的领袖 可以是一名世袭的君主 也可以是一名选举出来的总统 尽管不是美国那种类型的总统 英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都有君主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非民主国家 这只意味着国家元首是历史的一个遗留物 一名世袭的国家元首是有用的 由于超越了政治 君主可以作为把一个国家联合在一起的心理凝固记 因为他不是政府的重要官员 由于国家的最高职位 保皇派的哲学家们习惯于称之为王权已经有人了 所以就不会有围绕他而发生的政治斗争 世界上最肮脏的斗争 就是围绕谁是主权而展开的 在英国这个问题在很久以前就被解决了 英国宪法最伟大的评论家沃尔特·白志浩爵士 把英国的宪法划分为威严的和高效的两部分 君主作为国家元首是一个威严的机构 具有很多的象征意义 但是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利 他统而不至 国王或女王在名义上任命一个内阁 作为国王陛下的仆从 但是一名君主更像一个官方的迎宾员 英国高效的机构是政府首脑及首相 一个从事具体工作的政治家 要参加选战 领导他的政党并达成政治交易 尽管首相有威望 但是这种威望不是君主拥有的那种真正的威严 英国和其他国家把这两个职位分开的做法有其好处 如果政府首脑的行为在有的时候的确是愚蠢的或者违法的话 它将引起公众的愤怒 但是这些指责将落在首相个人身上 公众对威严的机构及国家元首的尊敬并不会减少 这种体制保持了合法性 在这两个机构合一的国家 就像在美国那样 当总统卷入不正当的事件时 公众同时会对工作中的政治家和象征国家的领导人感到厌恶 英国人不需要爱戴他们的首相 一位外交官说他们爱戴女王 1997年查尔斯王子的前妻戴安娜王妃的死亡使英国震惊 王室也感到震惊 戴安娜王妃是一个平易近人的王室成员 她的慈善工作和爱情生活 分散了公众对冰冷的遥远的温莎王室的注意力 在人们对戴安娜王妃之死流露出来的悲痛中 是对王室不太在乎该事件的抱怨 一些人甚至认为是抛弃君主制的时候了 但是古老的王朝知道如何生存下去 女王和查尔斯王子很快就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变得喜欢外出 尽管几乎没有人会以一个共和国来取代君主制 但是一些人包括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本人在内 建议进行改革削减政府对王室的拨款 让女性后四能和男性一样地继承王位 当伊丽莎白女王去世时要寻找一个关键的决定点 查尔斯将自动继任国王吗 即便他在2005年再婚与一个平民再婚 类似情况最近一次发生在1936年 当时爱德华巴士国王退位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发生 时代已经变了 英国将很可能依然是君主制国家 但是君主获得的财政拨款将减少 政治作用也将降低 内阁 英国的内阁和美国的内阁不一样 前者有议员 大部分是下议院平民院的议员 有一些是上议院贵族院的议员组成 他们在党内高高在上是重要的政治人物 大多数人精力丰富 首先是一名普通的议员 然后是次级大臣 最后是内阁大臣 2006年8名次级大臣辞职 以抗议布莱尔拒绝明确下台日期的做法 这是导致布莱尔在2007年下台的一个压力 首相是强有力的 但是必须得到其政党团结一致的支持 最初英国的内阁由国王的大臣构成 从17世纪开始 内阁越来越多的对议会负责 而越来越少的对国王负责 英国的大臣不需要是他担任的大臣职务的专家 但大臣是首相根据政治资格谨慎挑选出来的 英国的两大主要政党都有几个观点和权力中心 首相通常是小心的让他们在内阁中有所反应 当首相撒切尔夫人忽视这个原则只挑选忠诚于他及其哲学的脱利党人出任大臣的时候 他被批评为专制的首相并最终因此而下台 在内阁中平衡党内各派系有助于使党在议会和执政中保持一致 自一战以来 英国的内阁政府就一直在衰落 时代要求快捷的中央集权式的决策 现在首相在近身官员这个小范围中形成政策 然后告知内阁 英国的批评家们对在这种变化中出现的命令式的首相感到担忧 注意英国的内阁横跨在行政的和立法的裂口之上 英国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没有出现美国式的精心设计的权力分裂 联合王国采用的是权力联合或权力融合 英国的内阁实行集体负责制 这意味着他们所有人团结一致 至少是公开的支持首相 偶尔会有某名大臣因为抗议一些重大的争议而辞职 近些年来 内阁大约由20名大臣构成 不过这一数字和大臣职位官衔是变化的 首相组建自己的内阁 他们增加减少重新命名或者合并各部 每一个内阁都不一样 大多数国家都以这种方式运行 2007年的布朗内阁有下列国务大臣们构成 财政大臣 大法官 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 内政大臣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 国际开发事务大臣 就业和养老金大臣 儿童学校和家庭大臣 运输大臣 社区和地方政府大臣 商业企业和规制改革大臣 卫生大臣 北阿尔兰事务大臣 威尔士事务大臣 苏格兰事务大臣 国防大臣 贸易和工业大臣 创新大学和技能大臣 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 国防大臣兼苏格兰事务大臣 做着双份工作 就业和养老金大臣同时也是威尔士事务大臣 下议院和上议院的领导人们都在内阁中 且内阁作为整体 还有一名首席秘书 此外 还有几名刺激大臣和议会的私人秘书 在内阁中主持专门机构 英国的每个内阁 几乎就是每一个首相自由组合的结果 低于内阁层次的是超过30名的非内阁部门大臣 以及差不多数量的刺激大臣 他们被任命来协助内阁和部门的大臣们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 全部加起来大约有一百名议员在行政部门任职 被任命担当这些职务中的某个职务的希望 保证了大多数年轻议员的忠诚和服从 从全部的目的和意图来说 在英国内阁等于政府 这两个词汇可以互相替换 人们常说布朗政府 当人们说政府垮台的时候 他仅仅是指内阁辞职了 英国经常被称为内阁制政府 尽管有些人也称他为首相制政府 首相简称为PM是英国制度的关键 理论上首相的权利可能是独裁的 因为首相挑选并控制内阁 在议会中还领导最大的政党 因此他应该能够使几乎所有的法案得以通过 英国的议员有很强的纪律性 政党的党编确保议员们出席分组表决 并根据党的路线投票 然而即使统治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 首相并没有成为独裁者 这主要是因为每次大选从未超过五年 首相在提出可能激起公众愤怒的法案时 通常很小心 当保守党首相约翰梅杰看到自己的支持率下跌时 他知道如果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下议院的话 他会输掉大选 因此他试图推迟大选 希望本党的运气在五年期满之后会好起来 典型的情况是 首相们提出温和的零碎的法案 避免触犯重要的投票集团 对输掉下次选举的担忧 使大多数首相谨慎从事 而且首相还必须小心应付党内高层的主流意见 就像在美国一样英国的两大党包含了左翼右翼和中间分子以及地方性的观点 而一名首相组建的内阁通常包括了在多数党内代表不同观点的高层议员 在内阁会议上首相试图从几种立场中达成一个共识 然后内阁还要把政策兜售给下议院中的议员们 政党纪律很好 但很少是完整的 首相通过首席党兵控制议员 但这种控制永远不是完美的 许多左翼的工党议员投票反对布莱尔的中间政策和伊拉克战争 然而不遵守党纪的议员要貌在新的选举中不被提名的风险 这实际上就是被开除出议会 这发生在一名反布莱尔的工党党员身上 如果党的一项政策确实使一名议员感到不安的话 这名议员可以穿过过道与抗议这项政策的反对党一起投票 首相甚至可能被议员们抛弃 工党和保守党内阁都曾因为党内的后座议员反抗 而不得不撤销动议或者是淡化立法提案 1990年后座议员的一次反抗促使撒切尔下台 2005年49名后座议员反抗 反对一项布莱尔认为对反恐来说是必要的法案 这次投票的内容是关于如果没有指控 警察能够拘留嫌疑人多久的政策 但是潜在一体是布莱尔的伊拉克政策 工党的后座议员们阻止了布莱尔的议案 这实际上是在说布莱尔该你滚蛋的时候了 2007年布莱尔辞职 下议员能够通过不信任投票罢黜首相 但是这很罕见 不信任投票意味着执政党已经开始严重分裂 以至于其议会成员愿意放弃权力 布莱尔在2005年的失利不是一次信任的请求 因此也不要求他辞职 一项重大法案的失败 比如说预算法案的失败 也会要求首相辞职 首相拥有一件有力的政治武器 即要求举行新选举的权力 无论他是什么时候想这么做 根据法律在一次大选后 下议院可以工作五年 当一名议员死亡或者退休时进行的补缺选举 可以在任何时候举行 补缺选举受到密切关注 被认为是政治的晴雨表 当认为本党干得不错的时候 狡猾的首相们就会要求举行新的大选 良好的经济和晴朗的天气倾向于产生快乐的选民 这将增加执政党的席位 1974年 因为哈罗德·威尔逊首相认为 他能够增强工党在下议院的势力 所以该年举行了两次大选 2001年和2005年 托尼布莱尔比预定时间早一年要求举行大选 以利用良好的经济形势和保守党内部的混乱 他轻易地赢得大选 新的大选必须到2010年才举行 但是很有可能再一次被提前一年 民意测验和补缺选举帮助首相决定 什么时候要求女王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 自1735年以来 英国的首相一直居住在一栋普通的 专结构的连排住房中 即唐宁街10号 除了有伦敦警察在外面守卫之外 唐宁街看起来就像一栋私人房屋 这是欺骗性的 在围墙后面唐宁街是白厅的神经中书 唐宁街10号的楼上是首相的房间 在后面的一楼 内阁在一间长方形的白色屋子里开会 与唐宁街10号连接的12号是首席党边的官邸 他是首相政策在议会的执行者 他们可以会面 而不会被人们从街上看到 视线之外的与唐宁街10号连接的还有11号 他是重要的财政大臣的官邸 财政大臣是强有力的财政部的首长 其隔壁是外交部 在唐宁街的角落里 与唐宁街10号连接的是内阁秘书处 他负责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商 可以把内阁看作下议院 从威斯敏斯特派到附近的白厅的一个委员会 使其处于议会的控制之下 另外的观点是把下议院看作一个选举人团 即使他选出行政机构以后依然保持运作 在洛克的理论中 立法权是最高的 但是在实际中 下议院很少是自由的和独立的 其自由和独立正变得越来越少 首相领导和掌控着议会 在下议院中有两个主要的政党 保守党和工党 在长长的平行摆设的长凳上彼此面对 最大的政党自动组成女王陛下的政府 而另一个政党则成为女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 下议院很小 只有14米乘21米 最初的设计只能容纳400人 那么它是如何能够容纳目前的646名议员的呢 由于英国人口在一些地区的增长高于其他地区 议员数量随着年份的变化而增加 2005年议会合并了一些小选区 削减了13个席位 但是议会依然拥挤不堪 与大多数现代立法者不同 议员们没有个人的桌子 对于重要的投票 议员们不得不挤得像杀钉鱼一样坐在过道里 狭粗的设计保证了议员们在辩论时相隔几码面对面 平行的条凳与两党制配合得很好 大多数欧洲大陆的立法机构的半圆形议会设计 有利于适合多党制的丙形划分 自1547年亨利八世首次让下议院使用 圣史蒂芬教堂以来议会总是很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下议院遭德国人的轰炸后被损毁 温斯顿丘吉尔首相下令 完全按照以前的样子重建下议院 长方形的议会的每一边都有五排条凳 每一边的第一排都是为每一个主要政党的领导团队而准备的 即执政党的内阁和反对党的影子内阁 坐在他们后面的是后座议员 议员论资排备 中立的议长根据当议员的时间长短选出 坐在一端向王位的椅子中 议长从不参加投票或支持某一方 他控制议员席的辩论并维持秩序 1992年下议院选出了第一位女议长 工党的贝蒂布斯罗伊德 在党派条凳中间有一张桌子摆放着法律 议长在上午11点30宣布开会 会议可能开到下午7点30 除非党边在意味着议员最好参会 因为可能要举行一次重要的投票 许多议员都在其他地方忙碌 每一年议会都在11月开会 开会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传统 即女王的演讲 在仪式上议员们受到女王的信使 黑杖侍卫的召唤 然后排成纵队进入附近的上议院 在上议院女王陛下站在镀金的讲台上 简述她的政府将要执行的政策 演讲稿由首相曹尼 女王仅仅是宣读者而已 乔治六世是一名保守的国王 他曾经宣读了工党的检演 许诺扩大对工业进行国有化 女王从首相那里获得提示 下议院也是如此 在实践中所有的法律都是由政府提出的 而且由于此前讨论过的政党纪律 这些法律很有可能几乎不做任何修改 就可以通过 首相通常都能得到其所想要的法律 当一个工党政府向下议院提出一项法案的时候 工党的议员们与美国国会中的执政党员们不同 很少质疑该法案 他们的工作就是支持政党 个人良知很少会挡到 挑战提案的任务就落在了反对党身上 反对党坐在议长的左边 他们在反对党的条等上质疑 谴责和警告法案带来的可怕后果 以及任何可能是政府看上去很糟糕的问题 这不是两党合作 执政的议员们 特别是前排的内阁大臣或内阁次大臣们 有义不容辞为法案辩护的责任 在这些场合中 议员们著名的演讲能力创造了 其他立法机构很少能与之匹敌的辩论 尽管演讲才华横溢 机智诙谐 但是准备工作有点欠缺 因为议员们被指望会简单的服从政党的要求 因此几乎没有议员做过专门研究 传统上英国议会的委员会也不是专业性的 他们对法案的准确性进行仔细的检查 对词汇进行润色 但是不要求证据也不收集数据 立法委员会的结构对其权利来说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一些议员终于认识到 需要更多的像美国的那样委员会的制度 1979年14个特别委员会得以设立 审查每一个部的工作 这些委员会拥有收集书面和口头证据的权利 有永久性的稳定成员的特别委员会 很像美国国会的委员会 出类拔萃的贵族 1999年议会对上议院进行了重大改革 取消了大多数世袭贵族 转而设立终身贵族 自1958年以来 在科学、政治、外交、军事、商业、文学和艺术等领域 贡献卓越的英国人 被授予勋爵或女勋爵的荣誉 但是贵族头衔旨在其有生之年有效 这种变化对强化贵族本以虚弱的权利毫无帮助 上议院现有大约740名议员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终身贵族 另外有92名士席贵族和26名教会的高层人士 英国议会在名义上实行两院制 但是下议院在整个世纪中一直限制上议院的权利 以至于到了今天 当有人说议会的时候 他通常指的是下议院 在早期下议院在金钱这个关键领域建立了最高权威 增加税收并支出他们 英国17世纪的战争把权力集中到下议院 下议院成为赢家 上议院逐渐的退而辞职 到1867年的时候 白芝浩认为上议院是宪法的一个威严的部分 严格的说 像英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并不需要上议院 联邦制才需要上议院代表国家的各组成部分 新西兰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在1951年撤销了上议院 由于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没有明确说明两院的权力 或者使他们的权力永久化 因此在法律上 下议院削弱上议院是可能的 1911年的议会法案提出 上议院搁置财政法案不能超过30天 其他法案则不能超过两年 上议院可以修改法案 并把它送还下议院 下议院反过来 又可以以简单多数删除这些修改 然而每隔几年 上议院就迫使下议院重新审议此前没有经过充分审查的 已经通过的法案对政府猛然一击 在这种时候 上议院又显得有点重要 而不再是一个辩论的俱乐部 这是英国宪法中唯一一个阵地 能够制约在下议院中掌握着 大量纪律严明的多数派的首相的权力 因此它略微类似于美国的最高法院 是国家的良心 上议院也能够辩论 对民选官员来说过热的问题 比如有关堕胎和同性恋的法律 通常只有不到三百名贵族出席上议院的会议 决定开会的人数是三人 一些贵族被任命到内阁中任职 或者担任其他高级的政治或外交职务 上议院也是五名上议院高级法官的大本营 他们是终身贵族 也是英国法律制度中可以上其上诉的最高法官 现在由于英国有了一份萌芽期宪法的人权法案 上议院高级法官能够宣布谋事违宪 上议院高级法官因而可以转变为一个美国式的最高法院 大多数英国人同意上议院是一个时代错误 现在是改革它的时候了 但是人们对如何改革上议院却没有一致的意见 布莱尔在1999年的措施剥夺了大多数世袭贵族的议席 使得上议院变成精英领导阶层的议员 但并不民主 2007年下议院提议上议院全部进行选举 就像美国的参议院那样 但是一些人担心那将会削弱下议院在立法方面的最高权威 并把贵族们变成追求选票的政党政客 变化中的宪法是微妙的 当你改变了一件事的时候 你就得改变所有事 下议院之所以能按其方式运行的原因是英国的政党制度 这是相当新的发展 只是从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可能在英国谈论有凝聚力的政党 政党现在是英国政府的基石 如果一个政党的议员占多数的话 这个政党就能够控制下议院并组成政府 英国的政党比美国的政党更团结更集中和更加的意识形态化 公平地说美国两大党的内部分歧与两大党之间的分歧一样多 然而与美国类似的政党一样 英国现在的两大政党倾向于集中到中心 在早期有时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英国工党党员 偏爱工业的国有化 更多的福利措施和更高的税收 保守派敦促政府更少的干预社会和经济 以及征收更少的税收 党内部的分歧来源于党员要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些总观点 我们接下来应当探究的是 现在两党之间的分歧消弭了 1981年工党的温和派从工党分裂出来 组成中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 他们认为工党已经落入左翼激进分子手中 社会民主党面对的问题是 攻击美国的第三个政党 即正在斗争中的自由民主党 也就是说 单名相对多数选区使小党处于不利地位 自由党揭示了在英国议员的选举制度下 小党如何深受其害 在19世纪它曾是两大政党中的一个 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 它被工党挤到了弱小的第三党位置 现在尽管自由民主党常常赢得近20%的选票 但是由于他们的选票在地域上是分散的 因此他们在下议院的席位很少超过几十个 很少能在选区中超过保守党和工党 在1983年和1987年 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以联盟的形式竞选 1988年他们合并为自由民主党 由于他们不均匀地分散在各地 因此自由民主派在议会席位的分配上 仍然遭到不公正的对待 自由民主党更愿意从绝对多数代表制 转变为比例代表制 最重要的提案是保留投名过关制 但是要完成席位分配 使之更加准确地反映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力量 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政党 曾经获得很大的增长 但是又衰落了 地域上的集中 使他们能在威斯敏斯特赢得一些席位 而1999年 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中 设立了许多议席 我们将在第五章 探寻这些政党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模式